面对国会议员尖锐提问 英国首相强身霸气说不辞职就是不辞 但现在党内逼宫压力不断 已经有超过40位官员接连求去 表达不满 强身执政期间丑闻不断 遭到内阁成员质疑他的领导能力 6月初他才刚挺过国会对他的不信任投票 只是现在内阁成员接二连三辞职 保守党要求他尽快下台 工党也呼吁他提前举行大选 强身同时面临朝野逼宫 但他依旧坚持继续为选民服务 党内也有议员肯定强身带领英国脱欧完成 同时在俄乌战争展现坚定态度 还是会继续支持他 根据现行党规 保守党一年只能发起一次 对首相的不信任动议 但现在保守党决定改变规定 上次才惊险过关的强身 可能近期内又要再次面临 首相宝座保卫战 TVBS新闻综合报导